大家好 我是凌凌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那大家也看到了 我身边这位呢 是我朋友当中最了解雷克萨斯的一个人 牛老师 牛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那今天的主题也不言而喻 就是要聊一聊我们身边这台雷克萨斯RZ 电动车 牛老师 现在市面上这些电动车啊 包括现在也在推制能坐舱 自动化驾驶 驾驶辅助系统等等这些 花里胡哨的 是我那天真正真正试了雷克萨斯之后 我就开始反思 就是我们传统当中有特别多特别好 大家一直很喜欢的东西 我们怎么来传承它 怎么来保留它 那我们在新时代 怎么让用新的功能 让它更安全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那这款车呢 是真正意义上 大家看到了RZ 它是专属的原生的这么一个纯电的车型 就是其实大家现在看车还是低眼 还是要去看外观的 从女性角度 作为我们这种暖男的品牌 就非常具有家族识别性了 所以现在这个格杉 您会看到为什么从引擎盖 往后面我们给它做了一个黑滑的 然后这个车其实勾勒出来一个不是2D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格杉了 它变成了一个仿车型的车身 它虽然看着有那种力量感 但是它动起来依然是优雅的 其实我们想追求的可能更多是五感 就是您看到这款车觉得很舒服 用起来觉得很舒服 我们这车配备了一个 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传统的这么一个形态的一个把手 但其实不是 它是我们叫E-Latch 它是电子化的 它的开启都是用电子 它的车门里面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说车门上的那个有一副手 这个我们的车的时候 您会发现我们表面上的那个特别软 它能够很深 就是它的里面用的缓冲材料用的很厚 确实它雷克萨斯的门把手 这样是它可以炫进去了 就是你做它软到 可以有一点点炫进去的那个感觉 女孩一定是喜欢它这车是好用的 而且是特别舒适的 而且它也是跟人体工程学相关的 比如说您觉得硬的 非常小的这么一个让你不舒服的点 你就会连带到你整个身体都会有些紧张 我们希望是你坐在这的时候 它不是说追求的是一个 我给你是不是弄个全方位按摩 你就一定舒服 还不如说是让你整个人自己自发的去放松下来 牛老师 其实现在尤其是今年 制驾功能是吵得特别热的一个话题 以前可能更多的叫驾驶辅助功能 您给大家聊一聊雷克萨斯关制驾这一块 我不是前几天试过这台车吗 我觉得它这套驾驶辅助功能特别的贴心 我们雷克萨斯这个服务家是现在叫雷克萨斯智能安全系统 叫LSS加 这是一个缩写 然后现在这版本是3.0的版本 我们做这个东西的初衷 其实不在于说质也不在于架 而在于安全 因为你脱离了安全 好看 舒适都不存在了 因为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成员的安全 一定要保证 所以我们会配合这样一个系统 当然系统我给你举个挺简单的例子 去年有一个名词特别火 现在可能大家都知道叫AEB 当你车辆侦测到前面有很大可能性会发生碰撞的时候 无论是对于人还是对于车还是对于物体 车辆能够自主地进行这个制动 而尽量地去降低发生碰撞的可能性 您看我用词都非常地严谨 是因为我们这个系统里面从来不承诺能杀停 杀停这件事情是取决于非常非常多的外界因素 地面滑不滑 对吧 就是说我车是杀了 但地面不行 你依然没办法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尽可能地降低 我们可以说一下 就是我们每一款车的这个AEB 都要经历将近100万公里的测试 牛老师您说了这么多 其实对姑娘来说您给演示一下更直观 那一会咱们得上车实际上的在路面跑一跑 那走 因为现在的很多新能源车 由纯电车 比较明显 就是经常在宣传的时候 都在把自己的零百加速 然后怎么怎么怎么快 然后一直在吹这个 但是其实对于一台电驱动的车来说 这属于最廉价的功能 因为这是由电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真正好的电车应该是它很认真的去调教 它去控制它的发力 对 其实就是舒服 我们一般人咱们也都不是汽车的专家 所以说就跟说吃饭一样 对吧 我们大家每天都要吃饭 但不是每个人都是美食家 你看这个 而我刚才起步也不会蹬一下 你看但是速度够的 你也不会觉得你心拽着 其实好多电车在这方面就调的不好 它不是能力的问题 不是硬件问题 就是软件问题 就是你输出不能那么猛 因为电机的输出太灵敏了 就有时候太灵敏之后吧 反而不好控制 你得让它稍微柔和一点 但是你又不能说 我现在面对一个比较紧急的路况 我现在要赶紧超车 然后它还是很肉肉的 那就不行了 就是它能阅读出来 你踩踏板的速率跟紧急度 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 你看我就算稍微深一点 它感觉要像大排量的那种内燃机 对 很活用 它有很爬升的一种感觉 就是迅速和突兀 它其实是完全两个概念 对吧 对 包括说刹车时候也是 它感觉你刚才减速 其实现在是拖着的 我可以跟您说一下 那不是我踩的刹车 不是你刚才不是你踩的 这是我踩的 我这车在20公里以上的时候 我是不用自己踩刹车的 因为它有一个主动驾驶辅助 你看现在很明显的一个跟车距的控制 对吧 因为前面那车慢了 它控制的柔和度比我要好 对吧 你比如说我要踩刹车 可能你会明显感觉到我是在刹车 对 但它是减速 就是它刹车力度给的是一个非常经过调整的 可以说是跟我们想做饭那个调味一样 你觉得恰到好处 所以这个人来说就会让您觉得说 我们到底雷克萨斯在造一个电车 它到底经历调在哪儿了 它开起来特别轻松 您不会觉得说我们在这样交谈 然后其实这个时候辅助驾驶是非常有用的 我这个时候只要一旦我去开启加速踏板 这个车辆就会进行很柔和的 您看感觉到了 控制这个车去 它也不追求我拉开 它就我保持你的安全距离就好了 所以这种它其实更多时候是无感的 真是一个例子就是又安全 同时它还能够去保障什么呢 我的舒适性 对的 然后现在因为咱们已经进入到城市快速 我也把我们的自信巡航也打开了 很简单 就这个按键一按就打开了 然后这个时候它两个功能 一个是跟前面车我要保持一个距离 跟车的功能 第二就是我要保持在我的车道线内 您看前面现在有一个车加入进去 这个车有没有明显的减速 没有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距离保持是OK的 但是有很多品牌 这个时候它会突然间一个刹车 但我们日常驾驶的时候 你知道它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么它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这是一个 我们讲的是一个很老司机式的一个应对 有一个预判断 对 它可以看到加三进来的那个车的趋势 就是它的判断 如果跟您作为驾驶者的判断是一样的话 你就会很信任它 所以我很喜欢开我们车就很轻松 如果你真的 你想象一下每天上班特别累 晚上下班 这个时候人的精力就是会不足的 那我会希望开一个车是能够帮我去解忧的 帮我去分担一些的 它倒不用真正去取代我 因为这个现在实话实说 技术跟我们的环境都做不到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能够去做好你自己的本质工作就行 所以有时候实话实说就开了我们这个车之后 你会觉得说整个人心态是会相对非常不平静的 其实我们原来开汽油车的时候 是很能通过发动机 通过这些声音是很能明显的去知道你车速的 但是换到电车之后即使你开了可能100公里 你也没有太多的声音 我们是需要掌握环境的一些变化的 这个并不是说不好 有些车做的极其安静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有点不安全的 那这个车其实会给你这些反馈 这些反馈不是说所谓我给你一个图标 我给你画个动画 它就是会用这种很明显的提示音 像刚才那个声音比较高 然后那右臂相对量比较急促 但没有急促到特别严重的时候 你知道其实是在提醒你 但真正说比如说正要前面一个急刹的话 那个提示就跟这又不一样 所以其实刚才牛老师给我们演示的 这些都是RZ这款车它好用的部分 咱就回到咱们说的女性种草的环节了 我们要求的车好看好开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叫配得上我 咱们就说句可能比较直白的话 就是那品牌 新的牌 这个品牌 雷克萨斯就不用多说了 其实我觉得能支撑我在这个品牌这么多年 实际上也是对品牌一些认同 对就是我还是挺认可它的一些这些特质的 我也不知道说像林林姐这个也是开过这么多车 也接触过这么多品牌 是怎么去感受的一个萨斯 有一个特别简短 但是网络上女孩子们常用的一个话 就像你说的就像找伴侣 四到六年的时间你会跟他在一起 那真的是我们要做到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终于人品 是不是好看好开 还要配得上我 其实是这样的 而且我也觉得是说就是汽车嘛 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工具 也是我们的伙伴 我们是特别想成为大家的伙伴 而不仅仅止于一个冰冷的工具 那好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 也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再次感谢牛老师给大家分享 关于雷克萨斯的点点滴滴 那也希望对日后小姐姐们 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选车有所帮助 那我们拜拜 拜拜